下一套啦 下一套就是這一季裡必有一套是jump的動畫 這一套就是偽戀 我以為你說sharp的動畫 sharp也不是每季必有一套 雖然沒有一次比較密 但這套作為jump的畫 我沒看過反而是 是嗎? 但它也是新一代 jump裡面比較滿那些 就是 最先那一套是偽戀 然後就是暗殺教室 石棘那些 但大家可以看到了 動畫組 劇情 好老套 好傳統 其實基本上劇情 我只要講了幾句 大家就知道你會發生什麼事 那這些是最 大家來講 就是這個男書角 十年前或很小的時候 跟女生有一個約定 只要他身上有個鎖 信物 他有個鎖 然後女生用鎖匙解開了 之後再相遇 他們就這樣結婚 妹妹有點怪那個鎖 算了 那叫插旗 我想鎖匙也是想到守護田森 你就想到這些東西 那些什麼什麼家族裔的 就鎖在下面 那些什麼什麼家族裔的 鎖在下面 好 這樣 然後呢 又馬適潮 河什麼什麼家 那些 然後呢 高中的時候 男書角呢 就這個 這個 很平常的男書角 除了去這個黑道 這個 都不平常 但你不覺得是這些戀愛喜劇 下完喜劇 都很正常的 這種設定 總之 他是一個黑道的第二代目 他作為一個二代目的 平常的男主角 有之一日 他就遇到一個女主角 遇到一個金髮的女主角 人家是海外龜國女子 海外龜國女子 海外龜國女子 憶美日的混血兒 然後呢 就一腳飛踢就踢了他 通常都會看到那些 失狀 還要是一個咬著一個面包 出去飛踢 金剛 kiss 知不知道 什麼了 為什麼完全聽不明白 真的完全聽不明白 有馬聽不明白 都很正常的事 繼續 一腳飛踢就踢了他 然後男女主角就 boy miss girl 相遇了 然後 你最喜歡那個強項 是的 然後呢 這個金髮女子 通常都是這樣的 校園愛情套路 一個一定是有一個 男主角身邊 一個人他一定很喜歡 但有一個突然來的人 就是他不喜歡的 所以很簡單 就是這個 first image 是的 一個比較好刺激的金髮女子 就跟他做一個轉學生 做一個大家不知道為什麼 要被人分成一個 動物委員 那些坐得很近 那些很親密 這些當然是火星撞地球 實際上來說 是典型的粉力冤家 其實他都有些好東西 因為他撞掉的時候 就撞走了主角的鎖 這樣 這裡是不是有點寓意 叫他拋下過去的包袱 這個是結尾裡面的願意 不過他也有一點點 就是他的鎖就撞走了 最後他幫男主角找回的 主要處理 男主角就引了好一點 不過不要緊 補回她的新鎖 是的 可能 只要發覺 這個女主角發覺鎖匙 開不了她 有陰謀 其實女主角因為找不到 但是又 因為這個罪惡感 所以買了新鎖給她 這個可能是後面的劇情 這個不要緊 總之最老土的東西出現了 男主角就是黑道二代目 不過原來女主角也不約 金法那個 金法那個也不約 原來她是美國黑幫頭目的女 我想問 美國黑幫來日本做什麼怪事 征服日本 是的 古尼國當一大事 世界征服 不要緊 然後就為了停息兩方的戰爭 一觸即快的戰爭 就是這樣解決 就要他們兩個拍拖 但是美國回到美國就搞定了 對 不過不要緊 不知為何兩個黑老大 可以這麼熟 但都要有戰爭 我也不明白 為什麼要靠他們 他跟中國古代那些 你不是 在詹系的尾幫都不明白 不是那些語國 在詹系的尾幫他在搞笑 他還沒到過去編的 還沒來編 他跟中國古代那些什麼 異國婚姻就是一樣 政治婚姻就是一樣 類似啦 雖然我也很想吐槽 為什麼老大一聲令下 就應該不打仗 怎麼搞那麼多事情 他們那兩個老大根本就認識 這個世界很嚇人 反而現實的問題 就是老闆 手腳不聽老闆說話 下面的人自己做事 我覺得主要是老闆想等陰他們兩個 然後讓他們結婚 我覺得 他們沒有好處 他們兩個老來 那我就不知道 這件事其實很奇怪 你身為一個老大 除非好像有馬說話 你不聽話 那你就做到老大 這件事已經很奇怪 第二就是 你要他們兩個 作為情侶來平息 這兩個黑幫之間的內鬥 我覺得這件事很奇怪 所以四個字說完 當然是笨蛋黑道 當然是 沒有前我說這句 在二次元裡面 黑社會都是白癡的 就是了 幾乎有哪一遍 我就想到 大家講蠟糊之花 究竟是怎樣 總之 笨蛋黑道 兩個就要令他們兩個 扮成一位情人 然後罵出一堆喜劇 這套就是這樣說這些 其實說完了 我沒有其他事情想補充 這麼快 果然那個故事可以做吧 其實我介紹了故事 你突然將《To Love》的背景 阿尼特變成黑社會兒子 為甚麼是《To Love》 不就是 很久以前 將《男子女》的黑社會背景 然後劇情這樣去 我也是沒問題 這套你賣肉 兩個《漢戀》的聲優 你可以說 兩個女主角 一個《花蟑螂》 一個《東山羅漾》 總之都是兩個 比較當紅的偶場聲優 《威國子女》 都是《東山羅漾》 都配得很適合 所以我想說 是一個 平平無奇的故事 也不是平平無奇 比較老草 這套東西 這套動畫會好看 因為動畫始終有 雙方超知 在分鏡 用色 明明一些很普通 其實覺得比較有喜感 有好笑的會是算是 我覺得這件事有加強一點 是很普通的 不是特別吸引 但動畫我覺得 動畫做得不錯 可能我看完《物語》系列那些 也是用這樣的手法 一樣的手法 覺得悶了 都是這樣的手法 沒有什麼驚喜 那是對的 你出來都是那些 換一下鏡頭 那些顏色 但我覺得有些不合 例如我之前做《物語》系列 《物語》系列 也可能有些怪異 用他那種手法 反而突出 突出原本的東西 《物語》是那些人太奇怪了 太奇怪了 因為他有怪異系列 怪異講生鬼 也是 那他配合他那種手法 可能會顯出更加怪異的 我覺得最重點是《新房流》 畫的角度是很展現女主角的魅力 我會覺得幾個劇情是不出來的 我認同 我很快就入坑了 所以我會覺得這個故事是沒有什麼特別好說 因為大家都猜到是套路 但以這些起感來講 套路也不是說 它的笑點也不是說真的帶得到出來 譬如說很簡單的一幕 就是男女被黑色迫出去拍拖 當女主角被人圍的時候 正常來說 你在黑道心理來說 有人調戲他 你不是應該整班走出來 反轉圍著他 沒有覺得《Gundam》出現了 但他又沒有做這種事 好像有點不現實 有些太現實又不好笑 我會覺得是 因為正如《I M》所說 我猜晚玩應該都不會特別好吸引 因為《七月劇情》也是沒有特別亮點 暫時要捱的話 只是靠《新房流》那些東西 讓你捱住 我寄望它 如果就算是平平淡淡 是不要緊的 因為一些戀愛的劇情 尤其是《珍系》 你不會期待《珍系》的愛情漫畫 做到龍與虎 有心理苗者掙扎 有心理青春的成長 是不會的 這是《珍系》 《珍系》最重要是什麼 女主角的魅力夠 其實就OK 《珍系》最重要 不是不可以完 這個不是也會完 你衝一百聲也會完 這樣說 但感覺上這個當然不玩得很久 始終觀眾都會悶 我沒有看《珍系》 但我所知還有其他女角 還有原來 有的 即是後宮漫畫 應該不後宮 你還未要這麼單純 是兩個女主角 一個男主角 就玩不久 因為女主角都知道 一個就是拿著鎖匙 一個就是 等等 其實那些緊就很快就說完了 只是 看看有什麼變化 因為我覺得 一套《珍系》 熬到這麼久 熬到出動畫 熬到做第三後寶台柱 應該後面有些東西好看了吧 是不是 是不是後面被以前回答 小飯 有機會 再煮食 再煮飯 如果再不行 就要賣肉 不過我寄望他之後 會多說一些角色的東西 即是一套最成功的 就是戀愛劇 即是真是那種 我聽到你想說學功班 我想說後功 但是戀愛劇 因為現在的後功班都變成了戀愛劇 或者戀愛劇變成了後功班 現在的界線其實很蒙古 戀愛劇最成功的應該令到觀眾會覺得 兩個女主角都很好的 我不知道哪裏抉擇好 男主角煩惱我也煩惱 應該是有飯團派、旗派、東派、西派 如果他做到這個效果就成功了 我唯有寄望他之後發展得好些 前期故事講完了 給女主角多些發揮 那就好看了 因為我覺得這些東西 和戀愛劇的懂得動 一樣有一個很大的優點 其實我不知道他跳的定位 其實這個是一個戀愛 還是搞笑 愛情喜劇 其實你不要期望他有什麼很大的笑點 搞笑的地方 我不會期待搞笑 OK 不是Scrumble那類東西 我不會期待他 雖然是有一點點感覺 是不是黑到愛情喜劇 那就留下花架 我想是愛情喜劇 愛情喜劇 但不是搞笑那類 那都是四平八穩 不過不失 我興趣就看 我看頭兩集來講 就好一般 我覺得輕鬆一點 好吧 那沒特別就下一部 下一部